大考中心主办高中英语听力测验周末登场了 但是今年因为报考人数超多的七万五千人 搞得大考中心租借的场地不足 只好把英听的测验分成上下午两场来举行 但是因为要避免考题外泄 所以两场考题当然会不一样 有考生就担心说会不会考到哪一场比较吃亏啊 大考中心举办英语听力测验 作为大学甄选入选审查项目之一 一窝蜂学生报名光今年考生的人数就报增到七万五千人 比原先遇过的六万人足足增加了一万五千人 大考中心只好应急将考试分成上下午两场 电脑随即分配考生场次 为了避免考题外泄 两场试题不一样 引发学生质疑考试的公平性 怪怪的啊 就是上下午场 那会不会变成说我是一个中奖心 我可能中到上午场 A题目比较简单 那我就拿A 那我就比较幸运 那我下午场比较倒霉 那就没有 那英听为什么要现在办呢 那这样上路会让我觉得非常仓促 除了考题的内容 测验英听的教室周围环境必须安静 广播音质也要达到一定的标准 实际调查全台的教室 大考中心才发现 很多的教室根本未达标准 等化的程序啊 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统计方法 全世界都在用 也就是说 这里没有公平不公平的问题 大考中心回应 透过量吃等化进行测验 但毕竟明年开始 全台有258系所 采集英听 作为征选的项目 若不赶快解决教室不够品质的问题 恐怕会引发更多民怨 整天新闻饭机 文章一华台北报道